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就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其實未來我們可以做幾個按鈕 包含就是按下去數字個數就全部跑完 按下去英文個數跑完 按下去中文個數跑完 那你想說老師這太多了吧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把這個寫完之後 這個跟這個的程式 跟這個架構幾乎一模一樣 只是稍微改動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把它複製拿來改 另外再多清除吧 清除這個清除這個清除這個 或者全部清除也可以 那要怎麼寫 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已經把這個部分做完了 但是目前你會發現 如果說你要輸出其他的欄 其他的儲存格的話 那你變成你要去更動這個數字 比如說第五 第六第七第八第九 而且還有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 那我怎麼知道說 目前的那個到底 儲存格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特別你不可能說 每一次都用人工的方式去填 所以其實有個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用LEN LEN這個函數的話 主要就是算幾個字 那你只要告訴他說 幫我算一下哪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那實際上就是這個 Sales這個 Sales的第幾列的 A欄的資料 這樣子他回來就會告訴你 到底裡面有幾個字 那你就跑幾次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喔 那個數字是可以把它改成活的 OK 好 那但是最後的話呢 如果裡面這個範圍 全部要跑完的話 那接下來喔 我們需要做什麼呢 就是 再到外面喔 包一個回圈 幫我把什麼 把這個範圍全部把它 前面寫過 就是說如果我全部的話 我在上面先寫好了喔 Enter幾個 For i 等於什麼呢 第幾列呢 第二列 到 第幾列呢 第九列 Enter兩下 打個NAS 實際上這個就跟我們之前寫那個 寫任何程式跑下來 其實一樣啦 只是說你必須把這一串 全部都放在他的中間 然後把什麼呢 再把什麼 把它放中間之外呢 還要把這個i的值 把它改在哪裡呢 這個有沒有 1 2 3 這個的話 4 所以Range這個底下 我們乾脆把它統一好了 不要去寫任何程式 乾脆這邊也順便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用Sales好了 這樣子就不用 用串的 這樣感覺不統一 不然的話用這個Sales好了 Sales 這邊改成B就可以了 意思說 我資料取得 所以上面是取得資料從A 丟出去 結果是丟到B ok 那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這一串 放到中間 然後呢 就是把裡面的這個列號改成I 程式 基本上 就寫完了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記得喔 也許這邊這個啦 這個也許把它改一下 改成Sales 這樣會比較統一一點 所以雲端上面這個地方 我把它改一下 兩個方法都可以 只是說 用這個方法 可能會比較讓程式簡單一些些 比較不容易出錯 好 那接下來我要乾坤大挪移了 ok 所以接下來上面打一個 For i 等於2到9 Next ok 再來的話把這個 這一段程式呢 把它選起來 然後移動 我喜歡拖拉 拖拉到它的中間的地方放開 接下來我建議是縮排 因為如果沒有縮排 看起來很亂 有沒有 這邊 全部排在一起 看不出來 所以基本上剛剛拖拉進來的 這個這幾個列 我把它選起來 按一下什麼 Tab 縮排 讓它跑到底下去 下一階 這樣子的話 好處就是螢幕了 有沒有 外面就是跑2到9 裡面的話就是分別 外面就是決定要跑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幫我把裡面計算完的結果丟到這邊來 然後再換NAS NAS意思是下一個 下一個i 下一個i的話 這邊第二列變第三列 第三列 第四 第五 第六一直到第九列就完成了 應該可以看懂 這個意思吧 應該很清楚 主要是細節 那個動作 你只要做確實的話 其實以後寫成是並不那麼困難 OK 如果可以啊 真的如果你可以 以後可以想寫什麼 很快就把它寫出來 如果說你工作很快就做完了 所以沒什麼 OK 所以我亂照各位看 底下有時候會把這個空白列這個把它delete都掉 看起來會更清爽一些些 當然呢最好就是說如果你有些不懂的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加註解 比如說這個第一行是做什麼 你可以單引號 這個 這個的話呢是 第一個是什麼註解 那底下的這個又可以加一個註解 這個是什麼 比如說上面這個是哪一個儲存格到哪一個儲存格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什麼 幫我把它算完的結果丟到那個儲存格 那你可以再加一個註解 這樣會更清楚一些些 OK 那寫完之後啦 你基本上自己也比較清楚 那你給別人看也清楚 那再來就是把它執行 執行狀一下 不是還沒改這邊還沒改 這邊改I 這邊改I 改I 這邊也改I OK 總共會有一二三四個 四個 OK 那接下來的話我就直行狀一下 有沒有 全部OK了 一氣呵成沒有問題 細節部分如果你覺得跑太快 答案結果對不對 看一下 這個三個 三個沒錯 這個四個 四個沒錯 所以這個八個 八個 其他都零個 這樣都OK了 所以呢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大概我做了幾個地方的更動 所以 再把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 程式大概就這樣而已 沒幾行 首先第一個 我剛剛改了那個 這個 4J等於1 幾個字有沒有 有的長有的短 你可以用LEN 所以第一個更動在這裡 1 剛剛的程式改這個 2的話呢 改什麼呢 外面再包4回圈 然後把它 把中間這一段 摳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把原來的這個 Sales的第幾列 改成I就可以了 改成I就可以了 所以好像改幾個 改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OK 應該可以看得懂 應該 這樣已經夠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寫程式能夠這麼清楚 怎麼寫應該都對吧 我想也沒有寫錯的道理了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把畫面還給各位 待會我也把我做完的結果 一樣把它放到雲端上 如果你假設還是寫錯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當然如果你可以 每個步驟每個步驟 step一個一個step來做的話 都做對了 我想寫程式也這種 蠻愉快的經驗 而且 將來真的可以在工作上 幫到很多人的忙 我覺得這是還蠻重要 就是你工作不是只是為了 好像你只是為了賺錢 有時候反而你可以 真的可以做一點 你覺得有興趣有意義的事情